河內越式料理 今天我們要簡短的介紹一下 金山的河內越式料理 快速有瀏覽一下它的菜單 價位上面我個人覺得 比潛水灣的越南小站還要再便宜一點 口味上都還不錯 這間的特色就是說 它跟真正的越南料理還蠻接近的 至少是我去越南玩的時候 吃到的越南料理 其實是蠻類似的 因為今天我們只有三大兩小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點太多菜給大家看 然後這份菜單它是比較有意思的 像是這個金迷路啊 我自己就沒吃過所以我就有點 然後我看很多人點這個火鍋 但是人太少了所以我沒有點 不然我看幾乎所有人的桌子上都有一個 我們第一道點的是這個 越式生春捲 他們家的生春捲皮比較Q 裡面完整的包了一隻剝好的蝦子 沾上醬汁特別清爽 然後這個是蝦醬高麗菜 這道菜我覺得去的是必點的 因為它的蝦醬味特別的香濃 讓人一口接著一口 欲罷不能 然後接下來這一道是我覺得 創意十足的雞迷路 它是把一整隻雞外面包著肉米 拿去炸拿去料理一整隻雞 最後再把這個肉米還有雞都分開來 外面那個肉米就很像是鍋巴一樣 算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一道料理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烤雞然後跟鍋巴分開吃 但是就用這兩樣東西來說的話 個別拆開來看就不算出色了 所以如果你是當做一個有趣的態度 來去點這一道菜 那我是蠻推薦的 但是如果你喜歡這兩種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你分開來自己去吃 會是更好的選擇 這個是牛肉湯和粉 邱太太蠻推薦這一道的 覺得它的湯非常的清甜 吃著吃著一個人就把這整碗都吃光了 然後這是乾拌雞肉米線 這個算是我來這一間店我最推薦的一個 適合我這種喜歡素摘素絕的人 特別是你一個人來吃 或是沒有打算要點那個大菜的話 這一道我覺得必點 我覺得他們家這一道菜 有特別做的比別家都還好吃 吃完牛肉和粉 它的湯底應該是屬於很舒服的 很清甜 然後牛肉的皮膚呢 有稍微大一點筋 但是很柔軟 不然會咬很爛 好啦 以下就是我們點了這幾道菜 這是它店內的環境 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讓大家如果有經過金山 想要來吃吃看的話 心裡有一個底 然後如果吃完飯有空的話 就在北海岸兜兜縫 還是蠻漂亮的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掰掰